五花八门,五行八座,三百六长,行行出传,我们再简单说说,前面说的三角九流,为什么是三跟九呢? 其实数理有数理的用,这个三六九,我们学这行的要知道,男战一四七,女战三六九,这个一月是银月,四月七月, 包括十月,实际上这是四一马位,就是男人要善于动,那三六九呢,陈虚丑位,这个包括十二,他就是女人要善尽,所以说这个指的是三角九流,为了这个社会的长久稳定,一方面是住院,一方面是所谓的数理能量加持, 多多少少起到一定作用,三百六十行那也是这个道理,这个词最早是唐朝叫三十六行, 其实三十六是一个大的行业分类,那个时候也不止了,所以说古话就讲,如果乘以二就是七十二行,如果乘以十就是三百六十行,为什么这么说呢? 就是说随便成的嘛,就刚刚好嘛,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概述,中国人讲问题,就是对面来了几个人,一看三五个,你们几个人吃饭,七八个,然后老板就要颠了颠了,那说不定来十几个,为什么不是像西方那样准确, 西方说你们中国多少人,十四五亿吧,他们就愣了,你开玩笑,零头就一个亿啊,那我们说本来就是一个亿啊,他们一共他们也不到一个亿嘛,一两个亿而已嘛,零头就占一个亿,所以中国人,一个地大物国,一个是我们心心开阔,不计较小的事情,这是其中一个道理, 那这个五跟八,这个又为什么呢,这个五花八门,实际上是,一个是八门金锁镇,一个是五花,其实就是五行,五行八卦,五行八作,到这个近代老舍先生,他才提出来, 实际上,五行八卦,我们说,拳有八卦,腿有五行,就是说,手变化会多一点,脚练武术的时候会少一点,那他也是变化无穷的,就是,就指这种,万事万物,你看,不离一样五行八卦,对吧,所以他都在其中,就是这么一个代号, 那至于说,他具体是什么,其实已经不重要了,啊,像这个,这个五,五花八门,后来就往上套,什么,金锯花,雾棉花,就指的就是,一些女性的,指的花嘛,就往上套,后来演绎,演绎的,有道理, 啊,我们点个赞,啊,就是,给个掌声,啊,没有道理,我们就,不太流传了,啊,这就是,这就是所谓的文化,啊,这个好的文化就该流传,就是这样,啊,当,当初是什么,现在,又可以代表什么,啊,有的时候,当初的意思,已经不重要了,不符合现在了,那我们可以改,啊,我们学的就是这个,影响,意义, 至于说,呃,什么时间,在哪里,甚至说,叫什么名字,是谁,以及什么事,都不见得重要,啊,我们学的是,呃,领会精神,好吧,那这个,呃,这个,八作,就是说,什么金银通铁,七亿木瓦石,就像我们现在所谓的,呃,车天天网汗,啊,等等,呃, 比较,比较,地下的,女性出来工作,那他就是,啊,古人,那那是很不得已的,所以说,这些,就我们认为他比较,地下一点,那八门后来就叫金银采瓜,横南荣葛,自己去百度啊,说不完,什么土匪,强盗,骗子都在,